珠寶品牌Ella 这也是全球主流珠宝集团 首次宣布进军智慧型珠宝的一个领域 而巴菲特表示呢 珠宝首饰行业千百年来 一直稳定的发展到现在 相对的投资也是非常的安全 而智慧型的珠宝呢 能够透过融入科技的元素 对珠宝相关产品进行升级 更能符合新时代消费者的喜好 在这边呢 巴菲特他在1989年呢 其实就开始投资了珠宝行业 并并购多家的珠宝 现在还在持续并购中 而巴菲特他表示 他投资的并不是一个可穿戴的设备 而是具有科技附加价值的一个珠宝 我们这边以一个数据来显示 2016年台湾文化创业产 创意产业的发展年报看来 2010年到2015年 台湾珠宝批发和零售 零售业的年营业额 我们看到蓝色的部分 蓝色的部分是珠宝批发业者 他在2010年的29亿呢 一直持续的上升到2015年的124亿 那我们红色的线图的部分珠宝的零售业 他在2010年的42亿呢也是一直持续的 到了2014年的103亿 但到了2015年他是有稍微下降的趋势 但到目前20162017他也是逐渐的攀升的状态 那我这边在谈到的是我们全球五大宝石价格的涨幅 我们全球的五大宝石呢 第一个是钻石 钻石呢 他是三倍 那我们的祖母率呢 是四倍 蓝宝石是五倍 红宝石是五倍